明迪生划破天际 上一波寒流气温骤降 58小时内就有50人不明原因猝死 伊士坦炎除了脑血管疾病外 有80%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通常小下降一度会增加17% 突然寒流来了 昨天可能还是23、24度 突然变成15度、16度 这个时候他们就比较没有 注意到保暖的部分 血管会比较容易受锁 血压会飙高 血压飙高就容易导致血栓生成 或是原本依附在血管中的 胆固醇斑块破裂 尤其半夜起床上厕所 一吹到冷风 就可能碰上心肌梗塞的关键时间点 血压破洞有两个高点 一个是一个凌晨的12点到2点 有一些病人呢 反而是在清晨的4点附近 病人可能还在熟睡 那他可能就会产生心理不振 或者说心肌梗塞后中风的风险 变高的时候 但是他也不自觉 除了下床前先穿好外套 也要做好头颈部及四肢的保暖 就能避免血压飙高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戴新闻高龄张略嘉 台北报道